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岛忠 诗篇六十九篇三十到三十一节 诗人说 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 以感谢称他为大 这便叫耶和华喜悦 圣似献牛 或者献有角有蹄的公牛 神为自己的名的缘故行事 他的能力无穷 智慧广大 我们应当靠地耶稣 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他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法老拿不走属神的东西 我们思想 法老拿不走属神的东西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新闻在旧约圣经 初埃及记第八章 一到十五节 初埃及记八章 一到十五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我歌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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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贵地主 借你恩典 把我救赎 你救赎我 代价其中 我与天使 像你歌颂 我歌颂你 我歌颂你 尊贵地主 我歌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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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你心爱 已充满我 我歌颂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出埃及记》第八章一到十五节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进去见法老 对他说 耶和华这样说 容我的百姓去 好事奉我 你若不肯容他们去 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 合理要滋生青蛙 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 和你的卧房 上你的床榻 进你尘朴的房屋 上你百姓的身上 进你的鲁灶 和你的团面盆 又要上你和你百姓 并你重臣仆的身上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对亚伦说 把你的杖 伸在江和池以上 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 亚伦便伸杖 在埃及的珠水以上 青蛙就上来 遮满了埃及地 行法术的 也用他们的血术 照样而行 叫青蛙上了埃及地 法老召了摩西 亚伦来说 请你们求耶和华 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 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 摩西对法老说 任凭你吧 我要何时 为你和你的臣仆 并你的百姓祈求 除灭青蛙 离开你 和你的宫殿 只留在河里呢 他说 明天 摩西说 可以照你的话吧 好叫你知道 没有像耶和华 我们神的 青蛙要离开你 和你的宫殿 并你的臣仆 与你的百姓 只留在河里 于是 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去 摩西为 惹害法老的青蛙 呼求耶和华 耶和华 就照摩西的画形 返在房里 院中 田间的青蛙 都死了 众人把青蛙 巨拢成堆 遍地 旧都腥臭 但法老 欠灾祸松缓 就硬着心 不肯听他们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出埃及记》第八章一到十五节 我们再把圣经翻到 《出埃及记》 请看六章六节 《出埃及记》六章六节 经文说道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我是耶和华 我要用伸出了的绑壁 重重的刑罚埃及人 修除你们脱离 他们的重担 不做他们的苦工 《出埃及记》六章六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兴趣 《出埃及记》六章六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我是耶和华 我要用伸出了的绑壁 重重的刑罚埃及人 修除你们脱离 他们的重担 不做他们的苦工 《出埃及记》六章六节 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法老拿不走属神的东西 神对法老说 容我的百姓去 其实他是指 法老啊 你竟敢夺走属于我的东西 你挑起了一场 注定失败的战争 我定义让我的儿女得自由 你也拿我没办法 法老一致荼毒你的思想 是你误以为自己为不足道 不被宠爱 一无是处 这通通都是谎言 神不会先查明你银行的户头 不会先看你的国籍 教育程度 以及你的天资 才决定是否用你 即使你家庭破裂 健康浅加 灰心丧志 神依然会使用你 不要让法老夺走 你长子的名分 占有你的产业 支配你的未来 总而言之 别再让他捆绑你 仰望神 寻求祂的帮助 看祂怎样击打法老 并分裂红海 为你开路 除了神以外 有谁能离你度过 这么多逆境 你看不见神 并不代表 祂没有看过你 神的儿女 送你一段经上的话 不要惧怕 只管站住 看耶和华今天 向你们所要施行的祭温 因为你们今天 所看见的埃及人 必永远不再看见了 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 你们只管静默 不要作声 上帝的话语 指引人生命的方向 上帝的灵 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 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 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 欢迎继续收听 孙大中主持 旷野玛纳 今天我们思想 法老拿不走 属人的东西 这个题目 《书记》八章一节 经文说到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进去见法老 对他说 耶和华这样说 容我的百姓去 好侍奉我 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 要拿走神的东西 留下神的百姓 是不可能的 神说 你若不肯容他们去 我必是青蛙糟蹋 你的四境 法老应该好好想一想 要怎样对待 神眼中的儿子 并且是长子 这些以色列人 法老以为自己 大权在握 他用不可一世的 骄傲态度 要跟神争权柄 却浑然不知 神叫他存力 是特要向他 显自己的大能 并要使他的圣名 传遍天下 诗篇七篇十二节 大卫说 若有人不回头 他的刀必磨快 功必上弦 预备妥当了 神机一个一个的在排队 等着显出 就看法老的反应 法老只要心一软 神就后悔 不把所受的灾祸 降与他们 神心里有智慧 且大有能力 谁向他刚硬 而得亨通呢 青蛙之灾降临之前 法老先被摩西警告 但法老却不当一回事 描记记八章五节 耶华小于摩西说 你对亚伦说 把你的杖 伸在江河池以上 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 摩西扮演神的角色 吩咐冲认他先知的亚伦行事 亚伦便伸张在埃及的珠水椅上 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 圣经说 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 照样而行 小青蛙上了埃及地 神容许埃及的术士 行邪术成功 用最大的力量抵挡摩西 最后 被神彻底败坏 印证邪不胜正 而从中埃及人和以色列人 就可以区别 依靠神的大能 和照着撒旦的行动 所行的邪术之间有何不同 先前亚伦的杖 吞了行法术的杖 现在 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 照样而行 模仿亚伦所行的 叫青蛙上了埃及地 但术士没有办法 叫青蛙离开法老跟埃及人 青蛙一上来 就见到法老的宫殿 和他的卧房 上他的床榻 进他臣仆的房屋 上到他百姓的身上 进他的卢勘 跟他的团面盆 到处都是青蛙 这直接影响到法老本人 法老这才收敛他的气焰 首次服软 要找摩西来调解这件事 揣记八章八节 法老照了摩西亚伦说 请你们求耶和华 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 我就荣百姓去祭祀耶和华 因为术士不能叫青蛙 只留在河里 摩西给法老全力定时间 要法老知道 耶和华超乎众神之上 而在法老定的时间 恳求耶和华除灭青蛙 使青蛙离开法老 和他的宫殿 只留在河里 法老就把时间定在明天 讲好了 摩西亚伦就离开法老出去 摩西就为扰害法老的青蛙 呼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 凡在房里院中 田间的青蛙都死了 所有的灾是由神发动 借由摩西的呼求 向神祷告而终止 《出埃及记》八章十五节 经文说 但法老见灾祸松缓 就硬着心 不肯听他们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法老不因为看见灾祸松缓 就改变心意 他的反应 正如神先前 在《出埃及记》七章三节 所预告的 《出埃及记》八章三十二节记载 这一次 法老又硬着心 不容百姓去 神宽容法老 一次又一次 要领他悔改 法老反倒更加顽固 法老没有意思 要回心转意 谢谢地寻求神 而是一再违背承诺 但神却不会忘记 他的应许 法老既无以悔改 神预备好的灾 就会接连登场 《出埃及记》八章十六节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对亚伦说 伸出你的杖 击打地上的尘土 使尘土在埃及遍地 变成狮子 他们就这样行了 亚伦伸出手中的杖 击打地上的尘土 就在人身上 和身处身上 有了狮子 这个灾 没有向法老预警 而是直接来 这次行法术的 也要用邪术 生出狮子来 就办不到了 行法术的 就对法老说 这是神的手段 承认这灾祸 只能从神而来 施灾过后 神达到了初步的目的 接下来 法老又硬着心 不容身的百姓去 而所要遭遇的 几样灾 神要显明 他对自己百姓 特别的看顾 《初埃及记》 八章二十到二十三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清早起来 法老来到水边 你站在他面前 对他说 耶和华这样说 人我的百姓去 好侍奉我 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 我要叫成群的苍蝇 到你和你臣仆 避你百姓的身上 进你的房屋 并且 埃及人的房屋 和他们所住的地 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 当那日 我必分别 我百姓所住的戈山地 使那里 没有成群的苍蝇 好叫你知道 我是天下的耶和华 我要将我的百姓 和你的百姓 分别出来 明天 必有这神机 谁要把埃及人 跟以色列人 分别出来 出埃及集八章二十四节 耶和华就这样行 苍蝇成了大群 进入法老的宫殿 和他臣仆的房屋 埃及遍地 就因着成群的苍蝇败坏了 成群的苍蝇 让法老也受到影响 这一次 他向摩西提出折中方案 就近祭祀 不许离开埃及 但摩西 绝不妥协 他拒绝法老所提的方案 向法老应起来 说 他们要走三天的路程 进到旷野 要照神的吩咐 向神献祭 直到现在 法老都还相信 他拥有一色列人 并且有能力控制 以色列人 法老回答 我会让你们离开这儿 你们可以在旷野 献祭给耶和华 你们的神 只是 你们不可走得太远 请你们为我祷告 摩西答应法老 他一出去 就会祷告 使苍蝇明天可以离开 但法老不可以再食言 于是摩西离开法老 去求耶和华 耶和华 就照摩西的画形 叫成群的苍蝇 离开法老 和他的臣仆 并他的百姓 一个也没有留下 摩西代表神的同时 神让他扮演自己的角色 让他与自己的能力连结 以至于摩西一祷告 耶和华就照他的画形 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 约翰说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 他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他所存 坦然无惧的心 另外 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 耶稣说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在与神美好的灵交中 神乐意借着我们 做成一切 但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 不容百姓去 苍蝇没有留下 可是法老却违背承诺 硬把以色列人留下了 法老要强留以色列人 这是不可能的 神才开始暖身 当神活动开来 那可就不得了了 当神的手开始加压的时候 法老和埃及人 就开始感到沉重 到了第六灾 窗灾的时候 刑法术的在摩西面前 就站立不住 因为在他们身上 和一切埃及人身上 都有这起泡的窗 凸显撒旦与神为敌 乃自不量力 以后使徒行传 十三章第八节 行法术的一缕马 抵挡使徒 叫方博不信真道 也是如此 保罗叫假冲先知的 犹太人巴耶稣瞎了眼 四下里求人 拉着手领他 法老不肯交出自己的主权 向神降服 结果就是自取灭亡 摩西在法老面前 所争取的是宗教自由 让神的百姓 去侍奉神 他们是神的 但祖宗传流的希望 历史的包袱 文化的传统 常常成为逼迫教会 拦阻人信主的原因 要人继续以假代真 神败坏的不仅是法老 还有埃及的众神 先前 神是手下留情 当神要降下一切的灾祸 开始大大降灾的时候 那法老可就不好受了 想象神 把自己的耳边低语 对你说了悄悄话 转成雷声 你将何等的心筋斩跳 魂飞魄散 神选了一个心硬的法老 坐在王位上 成就了他的目的 就是将他那无可争议的主权 不可抵挡的能力 不可更改的公义 要在全地传扬 不止传扬到各地 还要传扬到历史历代 直到世界的末了 在其间 以色列人做了什么呢 他们什么也没做 他们只要好好听摩西的 与摩西同步 与摩西同心合一 就可以不让法老继续夺走 他们长者的名分 占有他们的产业 支配他们的未来 谁有杀手锏 他要用地食灾做了结 当神的目的达到 法老将彻底服输 不再坚持 埃及人将巴布德 以色列人赶紧离开 试着赶他们走 当神让人集体 乐于信从福音 那就是历史上的大复兴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你是天上掌权的主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 你是我唯一的救助 天上地下谁能想你 有谁能够与你相比利 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 你是全地掌权的主 你是那位创世的主 你是我荣耀主 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 你是全地掌权的主 哦你是我唯一爱慕的主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 你是我唯一的救助 天上地下谁能想你 有谁能够与你相比利 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 你是全地掌权的主 你是那位创世的主 你是我荣耀主 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 你是全地掌权的主 哦你是我唯一爱慕的主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当我们在患难中 看不见你的时候 并不代表你没有看过我们 法老心底想要做的 做不成 但你要做的一定能做成 因为你的筹算永远立定 你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 在你万事都能做 你的旨意不能拦阻 没有人能以智慧 聪明谋略抵挡你 你已经分别前程人归你自己 你向我们所施行的是 何等的拯救 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死于石灾 没有一个你的百姓 溺毙于红海 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 亚伦的杖 要吞了树蛇的杖 你的十字架对付了我们的罪 使有权控告我们的魔鬼 闭口无言 你的话释放我们 激励我们离开埃及 甘心乐意侍奉你 全心全意爱你 让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到宽阔之地 主啊 你的灵在哪里 那里就得以自由 愿你松动人心 叫你的选民 一个一个地离开埃及 愿你复兴我们 带领我们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孙老中 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祝福给您 我的灵俗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情过似饮有骨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长彼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演戏 虽然心过似饮有骨 我也不怕走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分别忘了 我派太太